秋天天气干燥要多吃莲藕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秋天的莲藕也最养人 切掉两头以后削皮 削完以后用刀背 像这样一点点砸碎 大块的用刀剁一下 保持有一些颗粒感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红尖椒先切成丝 再切成小颗粒备用 准备一块梅花肉 有肥有瘦吃起来才香 先切成片再用刀剁一下 个人觉得用刀剁出来 不用搅肉机搅出来 口感要更好一些 保持肉有一些颗粒感 不要太碎了 剁好的肉放到一个大盆里 葱姜水加水抓一下 往里面加入一些 这样不仅能起到去腥的作用 也可以让肉吃起来鲜嫩不柴 抓拌至葱姜水吸收 再顺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接着加入切好的莲藕和胡萝卜粒 再加入一些小葱花 调味加入盐 少量胡椒粉和生抽 再加入一点蚝油抓匀 最好不要往里面加料酒 料酒在肉里挥发不出来 不仅不能去腥 还会影响味道 抓匀以后 往里面加少量玉米淀粉 方便成型 准备一个空盘子 上面摆上胡萝卜片 用糊口挤出丸子 勺子上面沾一点水 摆到上面 锅里水开上蒸笼 盖上锅盖 大火蒸15分钟 锅里放油 油热下入红椒粒 蒜末炒香 炒香以后加入蚝油 简单炒一下 往锅里加少量水 开锅以后调味 加入白糖 生抽和少量老抽 不要放盐 加入少量水淀粉勾芡 汤汁有一点变浓稠就可以了 丸子蒸好以后 把料汁浇到上面 撒一点小葱花点缀一下 一份非常好吃的莲藕丸子就制作完成 既有肉的营养 也有莲藕的清香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洞洞您发费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在家里面做烤鱼 怎么样才能做出饭店里的味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香辣入味 越吃越过瘾 先准备一条没有弹过恋爱的草鱼刮掉鱼鳞 也可以用黑鱼或者姜团 处理好以后 从背部开刀 贴着鱼骨分成两半 也可以买鱼的时候 让摊主帮忙处理一下 回来清洗一下就可以 前后都划开以后 把鱼头剁开 把内脏鱼腮和鱼肚里的黑膜 去掉以后清洗干净 鱼的牙齿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 一定要去掉 要不腥味很大 接下来在鱼背上改刀 可以稍微密一点 方便入味 刀口不要超过鱼背 保持鱼的完整性 翻过来把鱼骨切断 防止后期做的时候鱼受热以后翘起来 接下来腌制一下 加入葱姜 略夺一些的盐 胡椒粉和料酒 把葱姜抓一下 均匀地抹在鱼身上 里外都抹均匀以后腌制20分钟 烤鱼盘上撒上一些洋葱丝和香芹段 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香菇 金针菇 黄豆芽 莲藕等 提前清洗干净 开锅以后焯水 煮至断生以后捞出 放盘里垫底 尤其是香菇 金针菇等菌类 一定要焯一下水再食用 鱼腌好以后挑去葱姜 用厨房纸巾把表面的水分擦干 这样方便后面操作 有水的话也容易溅出来 热锅热油 把鱼下锅煎一下 刚下锅先不要翻动 让底下定型 鱼头和鱼尾 可以把锅倾斜煎一下 有烤箱的也可以用烤箱 但是煎的话是比较省事的一个方法 效果是一样的 包括很多饭店都是用炸或者煎的方法 一面金黄以后翻过来煎另一面 煎鱼的过程也能挥发走一部分腥味 煎好以后放盘里 视频通款烤鱼料 可以点击左下角小黄测下单 三种口味供您选择 蒜香味的老人孩子都可以吃 油热下入花椒爆出香味 接着下入葱姜蒜粒和干辣椒段炒香 辣椒段可以用水泡一下 这样炒的时候不容易糊 更能激发出里面的味道 接着下入烤鱼料 今天咱们做的是香辣口味 放一包属于中辣 微辣的话放半包就可以 这个烤鱼料味道很正宗 稍微炒一下满污飘香 炒好以后加一罐啤酒 啤酒可以让鱼的肉质更嫩滑 再加入适量水 开锅以后煮两分钟熬出味道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动动您发质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熬好以后倒盘里 接着撒上孜然粉 小葱花 香菜 花生米和白芝麻 越炖越入味 越吃越过瘾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粗溜白菜是最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怎么做出来才爽脆入味更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食用的技巧 做出来味道不舒服饭店 我们在挑选大白菜的时候 尽量选择带点绿色的 这种白菜口感更好 把根切掉以后一片片掰下来 放到盆里 往里面加满水 再把白菜一片片清洗一下 这样清洗锅以后吃起来也更放心 洗完以后把水分控一下 稍微控干以后 先把白菜叶子像这样切下来 白菜帮比较厚 先用刀拍一下 从中间划开 再斜刀切片 这样更方便入味 炒的时候也伸手一致 直接竖刀切的话 炒出来口感要差很多 全部切好以后先放盆里 白菜叶不用切 可以用手直接撕开 稍微大一点 准备好以后 先不要直接炒 往里面加一点盐抓匀 直接炒的话 白菜会出很多水 口感也不够爽脆 拌匀以后先腌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配料 切上一些葱花和蒜片 切好以后放碗里 再加入适量的辣椒段 放几粒花椒备用 再调一个料汁 加入盐 白糖 鸡精 加入零添加的生抽和陈醋 老抽先少放一点 加一点土豆淀粉和三分之一的水 搅拌化开 提前把料汁准备好 炒的时候更方便 倒时间后也杀出了很多水分 看着有一些透明 也不容易折断就可以了 往盆里加水 把白菜里的盐味洗掉 清洗一遍 先倒出控水 再换水清洗一次 洗至没有盐味以后 再次倒出挤干水分 锅烧至冒烟放油 加上一点猪油 这样味道会更香 尤其是炒白菜青菜类 提前把锅烧热 才能达到爆炒的效果 辣椒段也可以提前用水泡一下 这样炒的时候不容易糊 更能激发出里面的味道 炒香变色以后 下入白菜大火翻炒 大火快炒 白菜炒出来才够爽脆 翻炒一会儿 把白菜叶下锅 白菜叶和白菜方的成熟时间不一样 所以要后下锅 炒至有一些收缩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下入准备好的料汁 料汁下锅以后 快速的翻炒一下 激发出里面的香味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洞洞您发出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这样做的醋溜白菜 口感爽脆 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 把面条上锅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非常好吃的家常做法 吃一次就忘不了 先把面条放蒸笼里 上汽后蒸15分钟 准备一些豆角 提前摘好放盆里 放一勺盐 再加水浸泡 这样可以去除残留 把盐搅拌化开 准备一块五花肉 去皮以后切成片 大约是硬碧厚度 锅提前预热一下放油 再下入花椒大料爆出香味 这样炒菜炒肉会特别香 变色以后捞出 下入五花肉片翻炒一下 把里面的油炒出来 炒至变色 微微打卷 再下入葱姜蒜末炒香 喜欢吃辣的 可以放一些干辣椒 接着从锅边加入料酒 挥发去腥 加入生抽 激发出香味 再下入老抽和蚝油 翻炒上色 炒匀以后 最后下入13香 简单翻炒几香 提前下锅的话 容易炒 不影响味道 这个时候的味道 已经非常香了 把豆角下锅炒匀 炒干一些水分就可以 不需要太长时间 加水的时候 一定要加开水 不要加冷水 冷水会让肉快速收缩 影响口感 刚能没过豆角就可以 调味只需要加盐 酱油色不够 再加一点老抽 豆角不需要煮 关火以后下入蒸好的面条 这个时候的面条是比较干的 搅拌一下 让面条吸收掉锅里的汤汁 这种方法操作 面条的味道和颜色都比较均匀 可以在锅里面多放一会儿 把汤汁都吸收完 拌匀以后 倒入蒸笼再蒸一下 这个时候的面条看上去比较湿 蒸一会儿就能把汤汁完全吸收进去 如果比较多的话 可以分多层来蒸 铺平以后盖上锅盖蒸10分钟 面条已经基本熟了 主要是把豆角蒸熟 倒时间后看一下效果 不粘不妥 非常筋道 根据个人口味 撒上一些葱花蒜末 趁热即发出味道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洞洞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这样操作比直接放到锅里面更好掌握 尤其是制作量大的时候 几乎是零失败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炖排骨汤 很多朋友都会去焯水 其实这样做营养容易流失 肉质还发柴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炖排骨汤的技巧 记住有三种东西不要放 排骨汤熬出来 营养又美味 汤白如牛奶 刚从市场买的新鲜排骨 提前让老板娘剁好 往里面加少量面粉 再加一点水 稀释抓一会儿 面粉有较强的吸附性 这样处理一下排骨更干净一些 大约抓一分钟左右 有一些发粘的时候加水清洗 清洗一会儿水就会变得比较浑浊 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里面有很多杂质 所以说这样清洗很有必要 端走换水清洗几次 洗至水清为止 再加水浸泡 把里面的血水泡出来 这样能够减少腥味 趁这个时间准备一些配料 山药削皮以后切成滚刀块 切好以后放水里浸泡 防止氧化变黑 胡萝卜削皮以后也切成滚刀块 切好放盘里备用 这个是泡了40分钟以后的效果 泡出了很多血水 排骨也有一些发白 端走控水再清洗一下 锅提前烧热 放一点猪油 化开烧热以后 下入排骨先煎一下 刚下锅不要翻动 让底下定型 之后再翻炒一下 炒至排骨变色 这样可以锁住排骨里的营养不流失 也不用担心会有腥味 炒至变色以后 往锅里面加开水 千万不要加冷水 排骨预冷会收缩 那样吃起来肉质发柴 加开水的一瞬间 汤就会有一点发白 跟熬鲫鱼汤是一个道理 大火烧开 把浮沫撇干净 油也会被撇掉一部分 这样汤喝起来更清爽 开大火熬几分钟 汤也会越来越白 把排骨捞到砂锅里面 汤里面有少量杂质 再过滤一下 这样既保留了汤的营养 也不用担心汤会浑浊 熬汤有三不放 第一不要放葱 葱经过长时间炖煮 会有一股葱臭味 不要放大料 那样会掩盖汤的鲜味 不要先放盐 那样会让肉质发柴 不要放料酒 料酒在汤里面挥发不出来 不仅不能去腥 还会影响味道 只需要放几片姜 再放少量白醋 白醋可以让排骨里的 营养物质快速释放 炖出来汤更白 也能软化肉质 切记一定要少放 炖汤的时候不要盖盖 让里面的味道 能够挥发出去 这个是50分钟以后的效果 排骨已经有一些软烂 把山药和胡萝卜放进去 调味只需要加入盐 山药搭配排骨 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 再往里面加入清洗过的红枣 炖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加入泡好的枸杞再煮一下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动动您发质的小手 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最后根据个人口味 撒一点小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山药排骨汤 营养美味 排骨软烂 喝起来也特别鲜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 做给家里人喝 点头像金竹叶 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